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林鶴賢 過去一兩日受到乾燥東北有風所影響 天氣不錯 今天亦不例外 最高氣溫上到29度 一起看看外面的情況 今早在維廣望出去 見到一些低雲之外 已經見到陽光 故事我們預計今天陽光都幾充足 至於溫度方面 今早各區最低氣溫 介乎22至24度不等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香港在這裏 其實整個廣東沿岸地區雲流不算多 香港附近主要是一些薄薄的低雲 我們預計在日出之後 這些低雲會慢慢消散 至於未來一兩天的天氣會如何 看看最新的天氣圖就見到 香港附近依然會受到乾燥東北有風所影響 而我們預計在未來一兩天 香港附近雲量亦都比較少 故事天氣會是不錯的 至於詳細的預測是這樣的 部份時間有陽光 日間會是乾燥 最高氣溫上到29度 風會是吹 和換至清淨的北至東北風 稍後離岸是間中吹強風 提醒大家 黃色火災危險警告訊號是現證生效 表示火災危險性頗高 故事大家要行山或數目的朋友要注意火種 而今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會是去到9度 強度屬於甚高 出街的朋友亦都要注意防曬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在隨後的幾天天氣會是不錯的 會是大致天晴和乾燥的天氣 但早晚會是稍涼的 內陸地區日夜溫差會比較大 大家要留意早晚要穿外套 這一節的天氣講到這裡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週末 再見